美国总统拜登6月3日正式签署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 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1月1日 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 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 此前该法案已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获得通过 专家普遍认为该法案会对贫困阶层民众的生活带来影响 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 以及这对数百万人所依赖的许多联邦项目意味着什么 对此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举行线上会议 邀请政策经济部门负责人深入探讨债务上限危机引发的诸多问题 两党政策中心商业和经济政策部门高级副主任Richard Siderman 分享了关于改革债务上限这种程序的看法 她表示 过去几年 美国多次陷入债务危机 处在两党两极分化时代 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不能每隔几年就发生债务违约问题 面临困境时 迫切需要两党联合起来达成一致 只有抛开执政观点之争才能发挥合力真正解决问题 未来 两党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财政赤字 债务上限并不能解决减税以外的收入需求 31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约占主权债务市场总额的三分之一 明年 债务利息将超过在医疗补助计划上的支出 它将成为未来30年代最大的联邦支出 她还举例说明了 当利息支付成为国家最大支出时 政府将无钱支付的项目 包括数百万美国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项目 国防开支 清洁能源和教育方面的外国援助投资 此外 她还指出 法律制定者希望出台一些政策 在削减支出外 可以增加收入的办法 关注税收新来源 比如能源许可改革等措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增加移民也是间接性的收入来源的 预算和政策优先权中心沟通部高级副总裁Shannel Beckham指出 首先要注意的是债务上限僵局的影响事关重大 如果不达成协议 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动摇全国的经济 而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也会因此受到打击 65 million Social Security beneficiaries could have seen their benefits delayed 6 million veterans and their survivors could have had their benefits held up families could have seen their monthly rental assistance, food assistance, child care delayed and that's just a few of many examples and these are supports that people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income scale really count on 对于共和党人希望以提高债务上限为由削减开支 Beckham认为这是错误的 这会剥夺很多援助项目 Groundwork Collaborated执行董事Lindsay Owen 讨论了现在这个协议对于工薪阶层的影响 他指出 美国使用债务上限方式非常独特 避免违约是一种义务 债务上限并不是未来的支出 而是关于现在欠下来的钱怎么还 如果发生债务违约 700至800万美国人会失业 对于美国面临债务上限危机 是否意味着经济非常脆弱以岌岌可危的问题 Owen表示 债务上限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但美国经济仍具有强劲活力 本月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数据喜人 拉美意和非议失业率 目前也达到数十年来的新低 在经济方面 并没有良好的证据显示 债务占GDP比重 对于美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于美国工匠表演